归路,终于开播了,首播更新了六集,这六集信息量很大,男女主双双出现,谭松韵和景博然的高颜值以及精彩演技,让这部剧掀起了不少话题。 剧中,女主角龟小游谭松韵饰演,谭松韵是典型的长着一张初恋脸。 而她饰演的角色龟小出场的时候,已经32岁,谭松韵也有了年龄感,脸上的皱纹也很真实。 男主角陆颜沉由景博然饰演,归路,改编自《莫保非保》的同名小说,讲述龟小与陆颜沉破镜重圆的故事。 龟小和陆颜沉在高中相恋,大学毕业后因为误会而分手,再见面,彼此都已成年,都有自己的使命。 景博然演出了陆颜沉的炙热感,就爱难忘的感觉演绎得很精准。 男主角陆颜沉由景博然饰演,陆颜沉大学毕业后,做了一名排豹特警。 同时,龟小家庭遭遇变故,这对高中恋人选择分手。 在见面已是十年后,陆颜沉看到龟小后,眼神里有炙热,也有隐忍的克制和冲动。 陆颜沉什么都没说,只带着队友帮龟小找车。 危险的时候,陆颜沉挡在龟小面前。 整体下来,景博然演出了陆颜沉高中时期的少年感,成为排豹特警后的厚重感。 景博然颜值不低,演技也很在线,陆颜沉一脚与他没有违和感。 因为是破镜重圆的故事,景博然和谭松韵在剧中有二次初恋的感觉。 景博然手握多不带播剧,比如搭档刘亦菲的《南烟斋笔录》。 之前收官的《君子蒙》中饰演了男主角兰爵,景博然也演出了兰公子温润如玉的感觉。 除了演绎电视剧,景博然也参演了不少电影,比如《诗姑》、《等风来》、《捉妖记》二等。 王凯演出了顾南亭的冷静直率,也演出了顾南亭身上的领导范。 《向风而行》中,男主角顾南亭一脚由王凯饰演。 从主演的气质来看,王凯非常适合眼冷静直率的角色。 比如《狼牙榜》中的《静王》、《大江大河》中的宋运辉等。 《向风而行》的故事很简单, 陆航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和程潇联手应对了各种突发航空事件。 同时,两个人也擦出爱情的火花。 剧中女主角程潇由谭松韵饰演,程潇而顾南亭也算是一对CP, 他们的恋情很稳,不孽心。 《向风而行》开播后,王凯就是剧中的定海神针, 他饰演的顾南亭颜值高,台词棒,演技也很稳, 尤其是低音泡吻而酥。 整体下来,王凯发挥得很不错, 塑造的顾南亭也是有血有肉,很有闪光点。 王凯本身身材很好,人也很轻瘦, 机长制暴穿在身上,很帅气,很有领导饭。 王凯是演技非常不错的男演员, 这些年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, 比如《清平乐》中的帝王, 我们这十年中的青年建设者等。 同样演谈松韵的《亲历爱人》, 景博然和王凯对比,有何不同? 景博然的陆颜晨有高中的戏份, 所以很有少年感。 两人的恋情也算是二次初恋的感觉。 王凯的顾南亭很有领导饭, 再加上初恋的意外去世, 顾南亭对感情有所保留, 导致他和程潇的感情戏进展的缓慢。 不过,个人觉得, 和谭松韵最有CP感的救赎, 景卑之下中的陆大人饰演者任佳伦了。